好 这位观众带你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日前公民党立委蒋王安在议场内是询问行政院长苏贞昌 能否为未来不停电挂保证 不过苏院长当时是以蒋中正反攻大陆到现在也还没实现来回应 是引爆了反质询的争议 而事后呢 昨天立法院是召开了朝野协商 公民党提出说要将这个行政官员不能进行反质询入法 不过最终朝野协商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而随后立法院长游习坤是在脸书上表示说 立法委员应该提升自己执询能力 能够达到反反执询就不用担心被考到 而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最新回应 带你来听 执询的主动在立法委员又有免责权保护 这样还要修法去保护立法委员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这立法委员太弱了 另外像这样拿着牌子围着官员不断叫嚣 这个叫做直犬行使 国人也看不下去 过去那种把官员当狗骂的时代文化 应该让他过去了 这个时代连狗都不应该这样乱骂 台电这么大 供给全国民生产业用电这么多 24小时一年365天 我们都可以看到尽心尽力 那如果哪个地方因为跳电停电 这种事故性的停电过去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2012年一年有两万一千件 现在经过各种补强措施 减为九千件 但还是不能避免 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加强 也是因为近期发生的地区型的停电 都跟小动物有关 包含松鼠以及鸟类都被指示 这个停电的元凶 也是刚好印证了日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很多停电都是因为小动物造成的 不过这也被在野党拿来很酸 苏元长今天也为此 是帮台电人员来抱不平 以上是最近情况 先镜头先交换棚内